你当阿姨眼睛瞎了吗 阿姨 视力非常好的 来 不要害怕 真的真的是高带呗 你眼睛一闭就吃了 眼睛闭上 眼睛闭上嘴就闭上了 潇洒走一回 阿姨 我还是吃你的蛋吧 这孩子真的是 行吧 实在接受不了 我跟你说 我让你吃不下去 我待会请个人出来 你肯定会吃下去 姐姐 姐姐 大家好 我是杨迪的妈妈 天哪 好尴尬呀 在自己妈妈面前拜女人 妈 我跟你说 这些菜是不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菜 对呀 黑桃蒸蛋 杨迪从小吃到大 他吃了之后无脑啊 这个有用吧 显而易见 鸡蛋长根 这个失败了 这个失败了 这个是 哇 哇 你都说不出来吃什么菜 中午的菜嘛 吃不完下午继续揉上 那这个菜真的是 我妈妈小时候给我买过的 因为你小时候吃饭嘛 总是不很乖 他能吃得下去吗 这能吃得乖吗 他就吃一点点嘛 我怕他那个就是云氧跟不上嘛 你看这虫子 云氧蛋白质全在里面 吃 我们要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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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 香香的 脆脆的 有一点 为了你 我今天拼了 好吃 真的好吃 其实很香的 味道如何 真的好吃 可以的 可以的 好吧 就这样吧 放过他们 哎呀 我们家的情况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 小时候的食物造成了童年阴影 但是妈妈坚持认为它有营养 那么这种食物到底有没有一个活力的做法呢 看一下四位顶尖的大厨 到底会有几位来进行抢单 三 二 一 请看 哎呦 梁大厨 我抢了 梁子柯 梁大厨 一位 感谢 感谢 我要做这个菜 只有一位吗 哦 郭柯 郭大厨 两位 哇 哇 这么抢手的吗 哎呦 还有帅小杰 帅大厨 三位 哎呦 又加入一位大厨 全都抢单